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戏了 开戏了 烟火人间 美味会翠 近在风味中国 大家好 我在旺魁给大家 拜年了 大家过年好 咱们旺魁人呢 在过年的时候啊 都会写这个春联 而且当地人呢 相信这个手写的春联 好像是运气能更好 所以呢 我也来讨个吉利 一副春联 一个福字 今天的旺魁人 仍然用流传千年的传统形式 宣告着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望 红火热闹的年族文化 也牵引起我们对家乡年味热情向往的神经 位于黑龙江省隋化市的旺魁县 曾是清朝时赫赫有名的皇家围城 也是现如今满族人的聚居地 一期年内吃掉半头猪 满族杀猪菜到底吃的有多讲究 从头吃到尾 从里吃到尾 冰天雪地 凿冰补鱼 农家院里连排的大锅灶里 隐藏着哪种东北柴锅炖的私家调料 这叫棱作鱼 能能能能 看着你吃这项的猪肥镖 到底经历了什么特殊的烹制方法 真好吃 好像并没有像我之前感受的那么油腻 望魁人的年饭桌上 究竟会排列出怎样豪爽的大阵仗呢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真冷啊 这零下二十六七度 还不来 冻死了 上车上车 快 快上车 冻死了 你好 你好 小苏你这车不错呀 你这车干嘛用呢 做那个杀猪菜 上面做杀猪菜 以后那厨房 今天我家杀猪 哎呦那行 我有口福了 杀年猪是旺魁当地颇具满族特色的传统年俗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养猪的民族之一 满族人善于烹饪猪肉 也因此发明了冥满天下的东北杀猪菜 做为满族后代 宋天心从表哥手中接过了制作杀猪菜的家传手艺 凭借着一朝鲜 刚刚三十出头的小宋 就成了十里八村小有名气的村厨 在他这儿 我们能见识到怎样独特的满族杀猪菜呢 猪在这里边 对对对 三哥你去进 进一把猪撵出来 咱往这边猪子啊 不要再跑了 这头猪根好大呀 够肥啊 这猪得要多少斤 三百多斤 三百多斤 够了 好 够了 杀猪菜做得香不香 选猪是关键 小宋告诉我 体重一百五十多千克 隔年长成的东北土猪 才是最佳之选 经过一年用豆饼和包裹的喂养 土猪体型健壮 脂肪含量适中 达到六分瘦 四分肥的食材黄金比例 当地人对如何养出好猪 颇有心得 因此 旺葵成了我国出口 瘦肉型猪肉的主产区 咱们今天做一头猪 咱们用半扇 这扇用冰给它冻起来 不是 咱们不就是做一盘杀猪菜吗 一盘杀猪菜 你就用半扇猪 对 咱就做杀猪菜 做的不是一道菜 而是一桌的菜 咱们讲 那就等于不是杀猪菜 是一个杀猪燕 对 从头吃到尾 从里吃到尾 零下二十多度 让它又冰埋起来 整个一个正月吃到二二 真正的满足杀猪菜 原来是一席完整的杀猪燕 如此一番硬仗 纵使小松有三头六臂 也无法一个人完成 全道制作工序 家里人也各自领命 分工协作 都是为了要在这一场 家宴当中大获全胜 半扇猪的不同部位 有理有外 全部投入一口大锅中炖煮 这种半蒸半煮的方法 东北人称之为呼 杀猪燕上的重量级菜色 都得经过这一关 才能再分别加工 闪亮登场 就在这时 小松突然端出一大盘子 白花花的肥肉 说是要做一道硬菜 这究竟能做出什么菜呢 这重重的一盘子 这个大肥肉 它应该不是杀猪菜吧 这个菜是咱杀猪菜里 最硬的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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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就是吃油呗 靠油 这个东西叫机关油 是肠子上的一块油 那这一片呢 白白的是什么 肥镖 肥镖 对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吃不了的东西 把它那个重新利用一下 那咱们就只做油就完事了 是吗 不不不 油只是咱们的那些副属品 这个东西才能真正的大菜 也就是说这个肥肉 最后还能吃 对啊 咱们主要是吃这个肥肉 吃这个里头这些东西 你不是要靠油吗 靠油放哪家的水呢 放水啊 是咱们提升咱这个 鱼的一个那个口感 咱们要直接靠的话 它特别老 会火一急的时候 特别硬 先放机关油 油比较多 放在最底 在下方 来咱接着下肥镖 铺在它上 在手里啊 油腻腻 对 它的油在那边 有机关油 那个出油肚 咱们接下来放五花和瘦肉 还要放五花肉 对对 你这里边加了多少料呢 我们这个叫油脂辣 油脂辣 为什么叫起这个名 因为它在出锅之前 那个油脂辣脂辣的 就油脂辣 我们小时候就吃它 就像现在这孩子 吃各种美味零食一样 非常期待就吃它 很珍贵的一种美食 对很珍贵 对 看上去油腻腻的猪肥镖 竟然是小宋童年记忆中最解馋的秘密武器 肥镖们在油锅里拼命地旋转 跳跃 努力地贡献着自己的脂肪 哇 现在这个油都已经出来了 把肉都已经给磨过去了 现在就可以吃了 我就特别喜欢吃现在这个阶段的油肉 这样 最好 如果不知道都以为是这个 炸的这个泰国小菠萝呢 金灿灿的 每一个边都翻卷起来了 满满的幸福的味道 这个口感特别好 你就要很用力地嚼 然后香香的就一直在嘴里像一块口腔糖一样 最后你很不舍得地把它带着满满的油给咽下去了 你们小的时候这个多吗 吃得到吗 我们小时候也不多 每年过年时候也才能吃到这个东西 过年才 一年你想想 一年一下才吃这个东西 那种感觉什么感觉 油滋了 是小宋家里出锅的第一道年味 它将作为孩子们饭前的开胃零食 催开充满过年期盼的味蕾 与此同时 在另一口锅中 猪内脏已经被呼得恰到好处 无需复杂调料 一碗酱油蒜泥就是去腥蹄味的法宝 不过一同出锅的 似乎还有一个特殊的部位 这要怎么做小宋 人家做猪头焖子 猪头焖子 这名字听着应该就挺好吃的 那要怎么加工啊 这么大 剁碎 这个应该挺考验刀工的吧 这么大的这个骨头在那呢 咱得把它扒掉 骨头剔出去 咱先从鼻子这部位开始 一点一点地往下去撕 这个如果是很好的把它撕下来应该是一整块 对吧 还挺硬的 那么快 我这边相对来说比你这边好努力一点 我的这个可能是骨头组织是要稍微难一点是吧 对对对 龙东使节是制作猪头焖子的绝佳时机 冷空气加速了食物凝固的过程 剁碎的肉末被猪皮中丰富的胶质粘在一起 被镶嵌进琥珀色的洞汁当中 如此艺术的造型与别名猪头膏相得一张 忽了两个多小时 美味纷纷出锅 而余下的这锅积蓄精华的老汤 将成就杀猪宴餐桌上最经典的代表味道 烩菜 酸菜要提前进入老汤中炖煮 提前盛出的老汤混入猪血 待粘稠度适中灌入大肠 从血液中分离出的血筋与血肠一同下锅 六分钟后扎眼放弃 以免血肠膨胀爆裂 再过六分钟血肠出锅 这才标志着杀猪宴大功告成 可以明金收兵喜庆开席了 过年了 过年好 这位师父奶奶 奶奶给您拜年 这些都是我的亲历 都是咱们家人 全家人 这里边的杀猪菜 您最爱吃哪一道 最爱吃的是这个 杀猪烩菜 您小时候就吃这个 那您会做这个吗 这个菜会 会啊 别的不会 别的不会 就会做这个 您先尝尝您做这个 切出来真漂亮 自己做的 吃的肉也不一样 真费得起 咱们俩那个手 会没好吃 真正的满足杀 就是葱葱吃豆 很好吃到 你预的预表说 做事有时有通 表哥 我跟你站起来说 你把这手一传给我 今天你看我做这些 您满意不好 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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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没完你这手一埋没 以后会把你这手一 发扬磨大 继续发扬磨大 大家新年快乐 来来来 开心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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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初一吃到十五 杀猪菜的味道 在村庄里 此起彼伏 持续升温 古老的杀猪宴 也在年轻的小颂首中 继续传承 发扬光大 浓浓的年味 裹杂着暖暖的亲情 积攒了一年的酸甜苦辣 终于在这场豪爽的 年味宴席中 痛快地挥洒释放 旺葵的杀猪菜 年味宴来得把气十足 而令味道调查员 期待的下一种年味 又会是怎样 独特的家乡味道呢 这家大 这家不小 看那些人 都来买鱼类了 那些人 年年都是 飞厂人非常多 今天这些鱼好啊 咱们赶紧去 别好鱼 快快到 距离旺葵县城 约十五千米的 卫星水域 是当地人的 口福之盼 但凡准备 办至年货的人 必定来这 抢购龙东里的 第一首仙 来一道条大鱼 这好 好像那个大鱼不少 不少不少 又来又来 这大鱼 这好 这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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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跑了 快 这边这 这边这 快 快 快 这条大鱼 我颠着 大概就得有 有七八斤吗 七八斤 可能还要重一些 可能 这条鱼我们做今天的这顿大餐够不够用 够够够 够用啊 七斤六两 好好好 来 好 带上抢购道的大鲤鱼 好像出师大劫 如果要以口碑来衡量一位厨师的江湖地位 曲道海算是望魁县城里制作柴锅盾的高手 从古至今 中国人的年味都讲究个好彩头 一条鱼完整的端上桌 年年有余的愿望似乎才妥贴 那么曲大哥会怎么烹制这条大鲤鱼呢 哇 你这锅也很多 怎么有那么多口大锅 这个锅是大家伙 就是来订餐的 他们特别喜欢吃 用这种柴锅炖出来的鱼了 鹅了什么的 都加上炖菜啥的 从最初在家院子里 累气大造给亲朋好友做菜 到后来有陌生乡邻陆续登门订餐 曲大哥好厨艺的名声 可谓一传十 十传百 到家来吃饭的客人大多是自备食材 曲大哥只收一些手工费 不为赚钱 就为有人爱他厨艺的满足感 眼看着大鲤鱼已经收拾利落 大柴锅也烧得热气腾腾 可为何迟迟不见曲大哥正式出招呢 来 大姐 王姐 来 快快 给你看看 尝尝 快快快 这大盒给我炖上 好好 我又把它炖吗 尝尝我这个酱 看我做好了 这是什么酱啊这个 我做这个东北大酱 尝尝嘛 这个我下到一个月了 这个今天这是满月了 特别香 哎呀 香啊 哇 这个味道闻上去啊 挺奇特的 如果你没有吃习惯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而且是不是有点 微微的淡淡的 因为它发酵过 有点那种臭臭的味道 但是后味 好像还挺香的 很香 好吃 一会儿大姐吃这个 蹲囊的鱼 就能做鱼 能能能能 一会儿就好了 坐上鱼就好了 一站过就好了 我还头一次听说 用这个大酱 原来曲大哥的鱼 就是在等王大姐 这坛刚酿得的新酱 因为得意于家传 王英华大姐 是旺魁智酱的高手 用当地的话说 她做的酱味正 如果炒食酱 你就知道酱香了 现在你不是说 这酱有个油味吗 就用油给它一炸 炸好的时候就香了 要把这个酱生滑一下 对对对 热气腾腾的 这酱一下去之后 对呀 还出来的酱香味 你闻着了吧 仿佛现在我在仙境里一样 而且满身都是这个酱的香味 真是在这个东北外边 这个室外的大冷天里 做这个鱼 别有一番风景 柴锅炖鱼的关键 就在于对大酱的运用 这是曲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的 烹饪秘籍 不加多余的调味料 一勺酱足以承载 一锅的浓香 正当大鱼在柴锅中 充分吸收着酱汁的精华时 第二口大锅 也准备开始放入新的食材 王大姐家定制的年味 要登场了 香味出来了 这么冷 为什么非要在外边 用大铁锅做大鹅 这个台锅炖的大鹅好吃 好了之后 把这大鹅有腥味炒到 这样的去腥味 我炖大鹅的时候不使料酒 就是高咸这个酒 当地的酒 然后做这个大鹅 但用这个大铁锅 可以去这个鹅的土腥味 豪爽的东北人对于吃 喜欢化繁为简 充分发挥农家烹饪工具和食材的优势 成就出一锅锅成里难得的天然好味道 历秋时节晾晒的土豆干 尽情吸取着大鹅炖煮出的汤汁 有顾客电话预定的杂鱼炖排骨 也已经在第三口大锅中精彩亮相 用猪排渗出的猪油炖鱼 鱼肉会更细腻 香味更独到 这是屈大哥自己琢磨出的 一对柴锅新鲜小情侣 大柴锅里散发出不同的香味 焦溶果杂 已经分不清哪是鱼香 哪是肉香 大柴锅炖出来的火爆黏味 在云雾缭绕中 欲加让人翘首以盼 尝尝我们这个大酱炖鱼 好不好吃 那时候鱼闻着臭 那吃的是不是香了 完全没有之前闻到那个 大酱那股很怪异的这个味道 就是恰好这个大酱把鱼的那个鲜 完全都给它挥发出来了 而且鱼肉本身又特别的嫩 难怪那么多人爱吃你做这个鱼 特别鲜特别香 东北大酱炖大鱼 这个曾经让味道调查员 心存怀疑的组合 现在其美味却让它难以抗拒 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这是纯绿色那个食品 它是那个咱们撒哑的 一点这个别的味道都没有 特别香 还挺有这个嚼劲的啊 对对 土豆巴鱼那个大鹅味都好吃 对对对 特别香 还真是挺香的 哎呦这个小鱼啊 又鲜又呢 而且入口即化 再尝尝这个排骨 这是排骨 这撒养猪啊 你吃起来跟这个甜蜜吃的不一样吗 真香 而且呢这个鱼肉里还有这个猪肉的味道 猪肉里又有这个小杂鱼的味道 确实 再吃一块 大锅大灶顿出的豪爽年味 将几家人的缘分牵在一起 红火的新年不仅是自家的 更是大家的 徐大哥凭借一门手艺 不仅养活了一个家庭 成就了一番事业 还留下了一段段美好的缘分和记忆 祝福大家 过年好 在旺葵 年味餐桌上的菜肴不停翻新 过年的气氛愈加高涨 可这旺葵人的年味压轴大戏 到底会是什么呢 我看你 好什么面杀呢 旺葵皮影 作为江北派代表 距禁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2011年 中国皮影被列为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皮影戏不仅成为 旺葵人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 也是逢年过节少不了的娱乐项目 我们的图文 名叫吴慧英 大家好 辛苦了 太精彩了 刚才这个演出特别好看 我在那边一劲的鼓掌 我就想 这个皮影这些人物是怎么让他就冻起来了 你试试 好 这么点 这个手这么点 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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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到这个 目前走 台台台 大大台 吴宝珍 吴宝珍是旺奎皮影的第四代传人 2009年 他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旺奎皮影系代表性传承人 按照惯例 咱们家也得逃了 咱们家也得逃了 尝尝了就 到时候就尝尝了 而此时 要是不过年 平常都吃不着 酥白肉 酥是指糖酥和炸酥 白肉就是肥镖肉 真不敢想象 往肥镖里加白糖 那会有多么甜腻 撒上十三香和盐来调味 放入土豆淀粉中挂护 裹着淀粉的肥镖 在八成热的油中翩翩起舞 白花花的肥肉 仿佛立刻穿上一身金灿灿的铠甲 蜷缩紧致成另外一番干练的模样 这个完全看不出来和刚才这个有任何联系了 是是是 油都已经没有了 油都除了 而且外胶里刃 里边好像还有一些肉的组织 然后还挺有嚼劲的 是是是 特别脆 特别脆口 古老师说 酥白肉的制作关键在于熬糖 无论是水熬还是油熬 对于火候的掌控才见真功夫 好慢火熬 火不能急 急了就除那糊味了 就苦了 这我放芝麻 你垫大勺 我给它倒里头 我就放芝麻 好 你就是垫起来 真灶一阵 你咋这么灶一阵 灶一阵是什么意思 灶一阵就是灶一气 就是行 就是行 你学过厨师啊 没学过 这个就是吃货嘛 哎呀 你可真有两下 就吃你得会吃 酥白肉酥不酥 哎呦真好吃 好像并没有像我之前感受的那么油腻 对对对 那老爸肥肉一头 进嘴之后脆脆的 而且甜甜的 又有点淡淡的这个咸味 糖是快乐的催化剂 重糖重油的酥白肉 是人们最盼望的一种过年美食 如今也成了古老师心中 一种果满回忆的永恒年味 年轻的包来了 哇 这年轻的包挺好啊 那请赞叹叹叹啊 尝尝这年轻的包 哦 真是真是 年了 哈哈哈 都知府 幅如东海长流水 手鼻南沙 五楼的青植 哇 每一门记忆的背后 都蕴藏着手艺人的心血与智慧 亲手为徒弟们制作一桌团圆的年味 是为人师者的良苦用心 食物的魅力不仅在于五味 它更能勾起人们过往的记忆 无论是酣畅淋漓的沙猪宴 还是农乡四溢的农家柴锅炖鱼 亦或是皮颖艺人的家常风味 望奎人在这片黑土地上 用自己聪明而执着的方式 诠释着古老的传统年俗 与年味菜肴的烹制记忆 宋天心凭借着制作沙猪菜的家传手艺 成了十里八村过年前最忙碌的村厨 它用心烹制的年味菜肴 既是一种味道的传承 更是一种亲情相情的传承 曲道海在农家院里做出的柴锅炖大鱼 是它送给全家人的新年美好祝演 它用大锅大灶炖出了望奎人最爱的家乡好味道 胡宝珍继续在台上表演着皮影 台上一板一眼 台下的厨艺也是有模有样 它精心的烹制 让平凡的食材也能拥有独特的家乡风味 一道道极具特色的东北家乡年味菜肴 传承着老祖宗千百年来留下的记忆和生活智慧 对每一位望奎人来说 还是家乡年味好 亲情最适浓 准备 福尔远